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林肯国务卿的有关言论 颠倒 黑白 再次深刻地展现了美方的一些人的霸权的心态和强盗的逻辑 那就是我可以肆意地挑衅你 但是你不可以反对或者自卫 美台勾连 挑衅在先 中方正当防卫在后 面对美方罔顾中方反复严正交涉 自以妄为 中方采取任何反制措施都将是正当的和必要的 这也是任何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 出席会议期间呢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应约会见老挝 文莱 日本 斯里兰卡和新西兰等国的外长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王毅国务委员没有会见布林肯国务卿的计划 美方在这个MPT实证会之际要求中国来参与和军控的对话 它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转移矛盾 我刚才已经说了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核武器的国家 那么美国呢应该首先按照联大的有关文件和国际的共识 切实的履行核财军的特殊的优先的责任 以可核查不可逆合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 进一步大幅的实质的来削减核武库 来为其他的核武器国家加入多边核财军的谈判创造进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非误答》 中文字幕志愿者 《非误答》